還記得小時候也是爸爸牽著新田的手 學會走路 學會說話 探索這個世界 今天一樣是這雙厚實溫暖的大手 牽著新田影響的是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每一步都有固捨 在每一步 又衝判了祝福 今天在這麼多的親信好友的見證之下 我們要來進行今天的教授秘事